應該是最後一輪資格賽了 現場三隻小豬的候選人 目前人心狂狂 準備了 第一個提示請看五秒 奧運跆拳金牌 誰是 奧運跆拳金牌太多了 因為跆拳是我們的強項 很多 很多 男的女的呢 第二個提示請看 十秒 台北奧運 陳雅里同學 陳什麼 跟我一樣 姓陳 陳世欣是不是 陳怡安 又改了 怡安 怡安嗎 陳怡安 答對了沒有 恭喜 陳氏 林屬佳珍做肥皂的 你都知道 對啊 因為 不要講做肥皂 聽起來好氣氛 手工香皂 對 怡安以前也在我們頻道有 有啊 當過體育組 對 一起播過新聞 好啦 謝謝我們陳雅里的 詢問歌 孟立賽 好 漂亮 恭喜陳雅里 輔大中文系畢業 來了 量身打造的九問科提醒 請公布 好緊張 跟你息息相關 SBL冠軍 你很貴 世足參賽國 你了解 奧運禁女 這應該 不是禁女 是禁女 禁女 這是相關的一個歷史的嚴格 OK 無差別殺人 你有研究過 有些跑過 福爾摩斯作者 你還推理 養身冠軍 你懂 歐洲人禁酒 你會合一點 花枝招展哪一種人 中文 講的是你中文的部分 OK 請選擇第一題 我選SBL冠軍好了 你有沒有 頻道播過十年的SBL SBL冠軍 請主題 三分鐘倒數 哪一位是目前在SBL聯賽中 拿到最多冠軍的教練 A 顏家華 B 許靜哲 C 麥芬達 我的答案是B 來 請選擇 許靜哲教練 是最多冠軍的教練 請選擇 恭喜教練 恭喜教練 所以基本上已經超越了顏家華 目前應該已經有五座冠軍了 第二題請選擇 那就順著選過來了 那個順時中 氏族 氏族參賽國 請出題 請 這組賽時選手都會賽前唱國歌 但是哪一個國家的選手 不用開口唱 因為他們的國歌 沒有歌詞 A 冰島 B 土耳其 C 斯班牙 漂亮 好題目 三選一 沒什麼意外的話 都是三選一 我的答案是C 西班牙請選擇 為什麼不賽冰島 對 那土耳其的國歌說實在 我沒有聽過 可是我身為體育主播 最常聽到的就是西班牙的國歌 因為很多賽車手 像F1MOTO GP 對 常常的 我們聽到就是西班牙國歌 他們都不會唱 都沒有唱 都是聽 這個觀察力好敏銳 沒有 因為說實在 冰島跟土耳其的國歌 我真的沒聽過 那我最常聽西班牙 然後有義大利 包括賽車 對 然後法國馬賽季 我通常運動風氣之盛 對 西班牙 這個猜得很好耶 西班牙耶 這麼有文化的地方 沒有歌詞 請介紹 恭喜 太帥了 因為我真的沒有聽過 冰島跟土耳其的國歌 西班牙的國歌 黃家進行曲 本來的舊名叫做 直彈兵進行曲 那其實在一剛開始呢 創作這首歌的時候 它就是有曲無詞的 那麼這首歌呢 當初都是在西班牙 他們要這個軍旅出征之前 必定要聆聽的軍語 一直到1869年光榮革命之後呢 也正式定為西班牙的國歌 第三題 歐 歐洲人敬酒 敬酒的時候會敲杯子 那我選歐洲人敬酒 歐洲人敬酒 請出題 2分29秒 在歐洲中古時期 開始就有 碰杯敬酒的習慣 其實碰杯的動作是為了什麼 A 防止對方下毒 B 贊送對方的功勞 C 祈求戰爭勝利 絕對不會是B啦 中古時期 那就是防止對方下毒 我的答案是防止對方下毒 請鎖定 我認為你答對了 真的嗎 英雄所見略道 你是不是猜的 真的 我是猜的 因為中古時期戰爭多 我應該是幾年前才聽到的 因為我就說 這是 就是一個董酒的人告訴我 為什麼進 為什麼喝酒要碰杯子 因為怕你在那邊沾毒 所以有事一起有事 如果我拿杯子起來跟你碰 你不跟我碰的話 就是你有對我的杯子做得更重要 怪怪 有鬼 請揭曉 好強喔 所以中世紀早期呢 歐洲人就會喜歡在酒吧裡頭喝啤酒 那麼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遇到你討厭的人 或仇恨的人 你想要殺死他的話 往往他們的做法 就是在對方的酒裡頭下毒 所以因此才有碰杯這個行為 因為當你很大力的 跟對方酒杯互碰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雙方的酒就會互相灑一些 到對方的杯子裡頭去 那這樣子 如果你有把他下毒的話 你這個毒酒 你自己也會喝到 因此呢 他們有碰杯這個習慣 就是要確保 如果我敢跟你碰杯 代表我絕對不會為你下毒 恭喜到智慧新費一萬元 恭喜 非常好 過一關了 第四題 還是猜跟運動相關的好了 奧運禁女 奧運禁女 請出題 題不行 古希臘的奧運會禁止女性參加 除了因為機會褻瀆神明外 還有什麼原因 A 怕女性會贏 B 參賽男性接裸體 C 怕男性運動員會分心 好難喔 我的答案是 B B B裸體嗎 B嗎 喂 我要鎖定囉 答案是B嗎 B 請說例 你剛剛在掙扎什麼 因為我本來想猜C 我也想猜C 對 我本來想猜C 可是 古希臘的奧運會 就是禁止女性參加 我想說應該 因為我在猜那個裸體 能裸到什麼程度嘛 對 應該要選B的舉手 兩個 自我為什麼不舉 我選A 對啊 對啊 為什麼 對啊 我覺得 那女生也不是很丟臉嗎 直接邏輯去想 所以說 古希臘基本上是 男尊女卑的嗎 是吧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你說 男性接裸體 跟怕的運動員會分心 好像有一點點 關聯 同類型 有道理喔 這提供了另外一種想法 請揭曉囉 有過 厲害 我真的太會猜了 我真的太會猜了 厲害 其實在原先一開始的奧運會 男生都會穿一塊小兜布 但是在西元前 720年有一個運動員 跑步的當下 他的這個兜布 掉到地上了 本來旁邊的人都開始 一直在嘲笑他 可是他非常有運動家精神 堅持要跑完全程 所以讓大家開始對他肅然起敬 再者又發現 男生裸體來參加運動會 他會看起來肌肉線條很美麗 而且非常有這種男性的魅力 因此 後來就改成裸體奧運會 所以女生都不能參加 就是怕這個 如果看到男生可能會不太好意思 因此只要女生 如果有偷看奧運會的舉動 還會把女生直接丟下懸崖 那什麼時候才有女性運動員 來參加奧運會呢 是一直到1900年 法國奧運會的時候 才第一次有女性的奧運運動選手 很好 第五題 你猜我的本房好了 我中文是花枝招展 花枝招展哪一種人 請注定 請 請注定 為什麼 因為花 花是香的 有沒有可能是一個花樣年華 它整個人殘得跟樹枝一樣的 你殘小腳 殘小腳是在明清才有的 這樣子一個 是明清才有的 對 那花枝招展應該是更早的 你覺得它更早啊 我覺得花枝招展這四個字 龐宋 來形容應該更早 所以 怎麼樣都不會形容女人屁股翹 不過你想像那個畫面 風吹過來 迎風搖曳 對 迎風搖曳 然後帶著香味的一個美女 向你走過來 花枝招展 請揭曉 哈囉 正確答案是 殘小腳的女人 事實上呢 中國古代這個 殘小腳的傳統 從北宋 就已經開始了 那麼殘小腳的時候呢 你走路就會形如若柳無伏風 沒有辦法自己好好的走 走起路來就阿娜多姿 所以看起來就有花枝招展之態 因此呢 才會衍生出我們形容一個女生 非常有魅力 艷麗 很迷人 我們就會說她花枝招展 我才是 但是也拿到了 我們的一萬元智慧金幣 她拿到什麼家民 來告訴她 恭喜阿力哥得到的是 Doya Kill Win 紫外線抗敏除霾吸塵器 這個是達到英國權威標準 有六百瓦的強勁實力 吸除蠻蟲 而且有99.9% 吸除塵蠻跟細菌的功能 它裡頭呢 是用菲利比UV燈管 來殺死蠻蟲 而且是醫用級的濾網 清潔過濾 可以徹底殺滅 纖維深處的蠻蟲 好棒 恭喜 這真的很棒 對 反而對我小朋友很有用 來 房間進行 我們在終極懲罰 那兩隻小豬就位 恭喜今天的兩位得獎人 這兩個沒有拿到獎 非常可惜 就差鈴門一角了 年紀輕真的在我們節目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很難表現得非常精采 因為可能不知道 是不是知道得太少 還是因為相互利略 沒有那些人厲害 搶得不夠快 不夠陰險 不夠深層 好 錯 沒關係 今天學到很多了 對 有學到很多嗎 有學到很多 為什麼要碰杯子乾杯對不對 對... 對不對 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如果是豬話 也是最性感的豬 對不對 好 可以啦 忙什麼 腰又不軟 那邊是洞 來 妳兩下 過去一點 我是妳一下吧 沒有 連豬鼻子還戴一跳 好 好可憐 太誇張了啦 好大聲喔 這樣不錯啊 很大聲耶 怎麼了 好大聲耶 不要這樣想 一下就過去了啊 一下就... 一下... 一下就過去了 1 2 3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沒有殘忍 好殘忍喔 對啊 行了吧 對不對 有了一下中 他們就會就 好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我們運動呢 絕對是一個人健康 生命健康的全員 要活就要動 希望你的大腦活化 從這個節目開始 記得每個預備 週一到週五晚上九點 鎖定東春中午台 隨時收看我們大家 全民心攻略 下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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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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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的熱狂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 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